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关系特别好 很有意思 说实话今天走上台来往台北一看 能感觉到今天的观众不一样 有男的还有女的 这不废话吗 哪儿不一样了咱也不知道 就往下说 不一样 今天的观众穿的都比较正式一些 他们都是特别有身份的人 尤其这位你看 其实是今天的观众不一样 所以我们今天穿的也比较正式 我们也是为了显着咱能融入进来 这也算是我第一回站在台上 穿西装 穿西装 确实能看出来今天都是工作的 这个白领啊 职场的工作人员 领导 但是我觉得你们的心态 跟我们的心态就不一样 怎么呢 你看你们的心态 不想加班 那谁愿意加班 我也不愿意加班啊 对不对 对不对 我不一样 你呢 我爱上班 你爱上班 谁信呢 那观众都知道他愿意迟到对不对 对 那网上天天传你迟到的视频 你要是按照人家正规公司 你的天天打卡 工资都扣完了知道吗 白给人公司干三年都还不上 爱上班 你小点声 你小点 你干什么呀 不是不是我说人都刷着了呀 我现在的钱已经扣光了 扣光了扣光了 你站我远点扣光了 我钱已经分流了 我也没钱 但是我为什么不爱下班啊 你为什么爱上班 就说 我下班没事干 这话说的都不信 下班没事干 谁信 你像 咱拿我们来说吧 下班吧 咱回家 老婆孩子热炕头多好 行了行了行了 那是你老婆孩子热炕头 知道吗 你呢 没有啊 没有啊 对忘了这事他没有 我能有老婆孩子热炕头啊 是是是 对不对 儿子可以借你玩两天 你的儿子我可不要 所以我们那也可以别的生活方式嘛 对不对 你在家看看电影 看看电视 躺床上返会手机 哎呀 儿子 哎 Як 哎哎哎呀哎呀령 妈妈 哎呀哎呀不要说了 Och protege 哎 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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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comunic 不要再捏了 是 怎么了兄弟 我说不行我听不了手机这两个字 不是你那手机是拿电棍改的是怎么着啊 怎么漏电了是怎么着啊 我听不了手机 手机怎么着你了 现在我这个手机啊啊 没有歇着的时候 就老有人给你打电话 打电话是受不了 你害怕手机给你打电话 对 拿着砸盒头是啊 我拿着砸盒头干嘛呀 乖欢的手机不就是让人打电话用的吗 再说了谁给你打电话 粉丝 哦粉丝你给人留电话来着 给人留电话 邀请人家给我鼓掌 天文明我送你电话号我有病吧我呀 不是那他们怎么会有你电话呢 网上卖 网上现在有卖秦小贤的手机号 对 七十一个 包容吗 直接就微信发过来是吧 哦七十块钱买秦小贤一个手机号 七十块钱七十块钱 哦不是人家给你打电话聊什么呀 你看人家确实比较客气了啊 拿着手机 喂 你是 秦小贤老师吗 再回 我是 我是 你就说相声太难听了 这么无聊 我说的都比你可乐知道吗 你就应该滚出德云社吧 哎哎哎哎哎哎兄弟兄弟人还人家人家说的没错 我说 不是不是你家 给我兄弟气 你给我 你给我我跟他说 妈的 我告诉你啊 哎哎喂喂他挂了 不是他说什么了他他骂怎么骂的你呢 你是爱听是吗 不是咱赞这东西咱现在其实我们能理解 我们孩子自己都承认了 说像说的确实啊 是不怎么样 咱也没有这么大实话的 确实我们还在学习的阶段 对不对 我们说像的不是个速成班 我们也不是说学三年就会了 得一点一滴 要我们有一个上升的空间 你在网上啊 你在网上发帖啊 咱们也就认了 对吧 网络暴力我们可以忍受 现实生活当中啊 就别给我们孩子打电话 你在这说网上卖我们电话 这太不好了 网上有有我电话往外卖了 没有 为什么没有我电话呀 你不是当红啊 你给我胡啊 没人卖我电话呢 怎么就 三个年一个也行啊 哪怕大个曹欧阳也可以啊 网就没人买我电话的啊 如果这十块钱电话 费用一年的呢 网就哇 哪怕写这些杆子上空调一击 我也认了啊 网就没人打我电话的啊 我没有人打我电话的啊 他也打我电话的啊 别哭了 你别哭了 咱俩谁哄谁啊 不是我 你哭起来跟个鸡鸽八笔似的你啊 不是 不是 我觉得你那事都不伤心了 我这事怎么那么伤心 我老听网上说烧饼哭起来丑 我今天也是第一回 哎呀 怎么跟CEO说话呢 注意一点你的身份 所以说我不爱下班 那你上班你就把这事给躲开了 当然你在台上 咱公司不有规定吗 对 上台不能带手机 我就把手机放后台了 那要打电话呢 让别人接啊 谁啊 孟和唐啊 孟和唐替你挨骂去 这时候对着孟和唐的真好 对不对 兄弟啊 碰见这个挫折呀 你不能选择逃避 对不对 你你像我积极面对 咱健健身 把身心弄得健康一点 对不对 健身啊 提高身体的这个素质 身心得到一个凶美 你这脸 你不光嘴大 脸也大 是是 怎么的了哟 我也看你网上发那个了 啊 秀身材的肌肉 多励志啊 不用 我也撑不起来反正 就这意思吧 啊 这 壮啊 你那就是光秀身材 知道吧 你就应该以后发照片 把脸打上马赛克 光露这一块 是吧 身材这块 那你 也就把身上都打在马赛克 只露这张脸 你知道吗 那玩意不好看 我都没穿衣服似的 那废话 你说我干嘛 你得想折呀 对不对 你得自己想办法把这事度过去呀 那我想出来了 啊 什么主意啊 呵呵 我 有 书解工作压力的办法 什么办法 去夜店 蹦跌呀 对了 兄弟你让人观众一听 蹦跌这孩子不更堕落了 你好好学学 拥拥力 背背断子 你比蹦跌强 这都是 不 怎么了 这你就不懂了 去夜店 我不是为了玩 知道吗 到了那以后 一天当中的工作压力 咱们在那里都释放出来 把自己的心态放平 你不管音乐怎么电啊 你别 放平 你身上的细胞 虽然颤动你跟着晃 那是你自然的反应 没有在夜店一动不动 我真该保洁了 知道吗 你跟着晃 你没有关系 你把心态放平 你把生活当中 工作当中的所有烦恼 你都抛在脑后 比方说我 粉丝骂我 我不想了 我不是一个好相声 我不想了 我给自己洗脑 在夜店里给自己洗脑 夜店头盔听说 是个传销组织 我给自己洗脑 得 自己是一个 全世界最完美的相声演员 在不久的未来 会超过郭德纲 你怎么弄 兄弟 观众该给你打电话了 怎么了 你给自己洗脑 你在里面 你就平静下来 享受这个过程 这是要躺卡了 这种感觉知道吗 这就是我去夜店 你去夜店 头盔听说去夜店 是为了治病 哦 秦小贤 你去那夜店是不是急诊啊 晚上开的 你办的不是酒卡 你办的是救诊卡 知道吗 有去那治病的吗 那你那是没去过夜店 知道吗 那夜店有什么可听的 咱也不知道 现在你是岁数 岁数太大了 我是岁数大了 我现在去夜店 放的歌都不一样了 放什么歌 您给我们听听 beautiful girl 这个翻译目标准 beautiful girl 哎 我要低调一些啊 beautiful girl beautiful wave 知道吗 你们别老说这汉语拼音什么的 这是汉语拼音啊 这这这什么意思 明白吗 啊 给你讲一讲啊 beautiful girl 这是什么意思呀 大姑娘 哦 大姑娘就是beautiful girl 发音不标准 哦 beautiful girl 不是这个 哦 不是英文发音不标准啊 对 大姑娘 你要找到这种感觉 你得抖起来 知道吗 大姑娘 大姑娘 好家 这就是在夜店里了 大姑娘啊 摇起来了啊 大姑娘啊 这曲儿太太废后脚跟了 这玩意 这曲儿太废后脚跟了 就你说这句 你翘什么臀呢 彩虹 我也不到啊 你们也看不去 在后面 大姑娘 你说什么头脑 大姑娘 这曲儿太有后脚力了 beautiful 美 对 连起来 大姑娘美 这曲儿怎么那么熟呢 这是我姥姥蹦第一时候的音乐 大姑娘美 对对对 那下一句得是 大姑娘浪啊 对对对对 那怎么翻译的呢 big girl beautiful big girl wave 那大姑娘走进轻杀杖呢 big girl go to santent 这玩意能嗨得起来吗 这玩意 你得带动自己的情绪啊 你到时候你就嗨起来 beautiful girl beautiful way beautiful girl go tosantent beautiful girl go tosantent beautiful 兄弟兄弟兄弟 兄弟兄弟兄 哎哎 兄兄兄 哎 行 行了 行了 兄弟 哎 行了 行了 兄弟兄弟 听个子 你这是慢性病 真的啊 不是 你关键这是现在这夜店放着个大姑娘美大姑来了 大姑娘走进轻杀杖 这谁办卡呀 喝什么酒配这曲儿里告诉我 我跟你说 我跟你说那你是没趣 你们去现在的夜店 给你展示一下 这里啊 来 咱们进入一种状态 来 各位先生 各位先生 欢迎来 D1S Club 来接触你们的双手 尖叫声 一 二 一 二 三 走 叭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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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夫 我知道你肯定在现场呢 可以救诊了知道吗 哪的事啊 你又犯病了呢 咋啦咋啦 这曲儿 再是说了 你光唱这个光放这个 你以为就能逃离困境了 就没事了 也不就麻痹自己了 确实有的时候也有那种小意外 对呀 有人蹭我卡 还是一熟人 谁呀 我爸 你是傻子你知道吗 你跟你爸叫熟人 有那么句老话吗 长蹦迪 没有碰不见爸爸的 那叫长逛街 没有不碰见亲家的 反正就这意思吧 碰见了 我跟我爸两个人四目相对 多尴尬呀 我爸特别聪明 儿子 我不认识你 得 俩人对着骗 我先走了 别走啊 爸爸 来都来了 你往那儿看 谁呀 我妈这喊麦呢 去你的吧